大家好,我是泡泡 你们发现一个现象吗 就是外国的阳节 那些西方的节日 那氛围真是越过越浓 但我们中国的节日却是越过越淡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我不是重阳媚外 而是试图客观来分析此事 首先西方的节日很纯粹 就是找个机会玩 快乐地玩 它没有咱们国家节日的那种压力 可以随性地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 安排自己的活动快乐地放纵 而我们本国的传统节日 有很多任务 纪念祖先 不忘历史 孝敬父母 弘扬传统文化 相亲之类的 这一天都会被塞满各种各样的意义 就比如说春节晚会 从头到尾教育你一番 连相声小品都要升华 连晚上好好笑一笑都不行 我们缺少让人真心觉得美 感动快乐的文艺作品 作为对节日的情绪载体 我国的传统节日根本就不是用来玩的 这些节日的传统 往往有很多的规则 让人很拘束 有被迫营业和被训诫的感觉 比如说回家过年 伴随着的是学生问 成绩好坏 快毕业的问 工作找的如何 工作了的问 你工资咋样 有没有对象 年纪大点的问 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结婚的问 你什么时候生小孩啊 什么时候买房啊 而反观什么圣诞节 复活节 万圣节 感恩节之类的西方节日 别管内涵意义到底了不了解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世俗化的 情侣朋友之间的聚会的好理由 单身狗找单身狗 情侣过二人世界 总之大家可以爱怎么过就怎么过 怎么快乐怎么来 绝对不会有人教训我们说 你这样过节是不对的 或者说不懂规矩 另外就是中国的节日啊 我们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了 比如说元旦春节元宵 过年三件套吧 连放炮都不让放 不准放鞭炮 说是污染空气 不准贴春联 说影响世荣世貌 还有元宵节 多少上班族 都没有空过元宵 身在外地的话 哪有空给自己煮元宵啊 都在加班呢 其实中国很多传统节日的很多活动啊 都是为了祭祖和辟邪 这就会引申出很多的活动 比如清明节烧纸啊 端午节带五花绳啊 挂艾草啊 许多习俗都是为了辟邪而定的 但现在这些都被定义为封建迷信 就连我冬至那天 在平台上写个文章 做了个视频 介绍冬至的一些风俗和禁忌 过一会儿马上收到审核提醒 说我的内容 涉嫌宣扬封建迷信 那这样的话 传统节日很多习俗就没有必要保留了 那要什么可过的劲呢 传统节日也没有必要过了 是不是 最后我要说 现在很多中国的节日都不放假 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重大节日 还是需要调休的 比如春节原则上才放几天假 国内大多数人都是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那这几天够干嘛 一般来回做伙食就两三天 更别说春节左倾访友 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多放几天假不好嘛 现在连除夕都不放假了 那还有传统节日的喜庆 团圆美好祥和放松的气氛吗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我是泡泡感谢收看拜拜 谢谢大家 好